Hello,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Tiffany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呢,又是一期久违的花园种花视频 这支视频的话,距离我上一次拍这个花园update的视频 已经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所以今天呢,我打算拍一支视频来和大家update一下 2024年11月份我家花园的一个情况 顺便呢,也来记录一下我最近的生活 毕竟这个11月份的话,是澳洲塔斯玛尼亚万物复苏的一个季节 就是基本上我花园里面所有的花全部都开了 然后每一棵植物都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势 所以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一起参观一下我的花园 首先呢,带大家参观一下从Bernie这边的一位女士那里买来的一个 这种粉叶色的枫树 这种枫树呢,它是属于比较稀有的一个品种 这几棵树比较特别的一点呢 是它在冬天的时候叶子会变成粉色 这个季节的话,它就还在成长之中 这棵树的话,它的长势还是比较好的 接下来这边的这棵树的话 是我们家一直就有 从搬来之前就已经有的一个Pamelo Tree 这个上面呢,就是挂满了果实 但是因为这个果实是一个柠檬和那个橙子的一个混合体吧 或者说和柚子的一个混合体 它的果实呢,就比较酸 所以我们一般平时的时候就是任由这个果子落在地上 然后给这个土地增加肥力 然后这边呢,有一棵苹果树 然后现在呢,并不是这个苹果它生长的一个季节 所以这个果树上没有挂过 然后这边的这个区域的话 是我今年刚规划的专门用来种果树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的第一棵呢,是一个李子树 然后今年冬天,Daniel和我把它种下来的时候 其实是没太有信心的 感觉这个杆子光秃秃的不一定能够成火 结果没想到啊,它的长势还是挺不错的 大概今年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 这个树就已经开始发芽了 那接下来这边的这棵呢,是一棵杏树吧,应该是 对,然后接下来这边的这棵呢,是一棵杏树 然后这棵杏树的长势也还是很好的 这棵杏树和刚才的那棵李子树一样 都是Daniel作为礼物送给我的 它好像也是从本地的一个Nursery 就是一个园艺商店里购买的 这个的叶片长得非常健康 但是因为今年毕竟是第一次种 我觉得今年应该不太会挂果 好,我们接着走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棵樱桃树 这个樱桃树的话它是非常便宜的啊 它只有五十刀而已 像我之前买的樱桃树基本上都是一百块一棵啊 然后这个五十块一棵的这个樱桃树 没有想到它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它的这个长势的话目前看起来是相当的不错啊 这边的话还有一棵樱桃树 这棵樱桃树也是在同一个Nursery买的 价格的话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棵的长势也是非常的好 叶片的话长得非常的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边的话是出现在我上一个花园update的视频里面的那个花坛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生长啊 这边我在花坛里新移植的这些植物已经长得非常好了 这边这些在地上的这个爬藤的植物啊 其实是我前几天才刚用那边的这个爬藤植物 然后移栽的 没有想到它已经长得非常的好了 这个植物呢是我在上支视频里 从Bundings那边买来的一个植物 它的长势也非常的好 比起刚来的时候它长了大概有1.5倍 而且最好的地方呢是袋鼠它是不会去吃这个植物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观植物 接下来的这一棵呢就是那个之前很小棵的那个Camellia 它现在已经长得非常大了 然后叶子呢也都是这种非常绿非常厚的这种 长得非常的健康 这边的花坛里呢还有几棵小的仙人掌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刚才种在这个小一点的这个花坛里面的 那个爬藤植物它的母本的植株 好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下我种的葡萄树 我相信通过视频啊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个葡萄藤它的长势是有多么的好啊 经过了我一段时间的这个琢磨啊 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可以百分之百对抗袋鼠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是用这种大的种植盆 然后周围呢用这个竹签去把它做一个围栏 然后呢在这个围栏上面呢套一个这种大的塑料袋 这样子呢袋鼠它就不会去吃这个植物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葡萄已经是一个爆盆的一个情况了 然后我放在这边的这颗上次被带鼠吃的半死不活的葡萄呢 现在也已经长得非常非常的好了 旁边呢还有一个小的这个枫树的种子发芽了 然后目前也在缓慢但是非常健康的生长着 那这个小枫树的它的母本呢就是这棵参天的大树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几棵葡萄 这棵葡萄也是我之前拍视频的时候也是被吃的七七八八 结果现在也是一个爆盆的状态 整个生长情况非常的好 那这边呢是我在没有做这个整个的防护措施的时候 被带鼠咬掉的一部分这个葡萄 然后这边的这棵呢是我的这个皮尤尼 然后这个皮尤尼它是Lemon Chiffon 这个品种基本上就等同于国内的绿云牡丹 然后接下来这边呢又是一颗长到爆盆的一颗葡萄 这个葡萄呢基本上以后就可以搭架 然后去长在这个围栏上面了 然后这个盆子的下面呢有好几棵这种枫树的幼苗 然后全部都已经开始发芽 然后开始长叶子了 之后呢我可能会把这个枫树慢慢的就是分盆 然后把它们作为一个盆景来养 这边呢又有一颗牡丹 然后这颗牡丹的话之前也有开花 开完花以后呢它已经开始在结种子了 然后我等一下也会把这个视频放在这边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整个这个牡丹园的 它们每一颗牡丹花开花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呢是这颗牡丹 大家可以看到这颗牡丹之前已经开了三朵花 每一朵花都非常的漂亮 我应该也有相用的视频 等一下也会放在这支视频里给大家看一下 好接下来呢又是这边的一些花卉的一些情况 这边呢是两颗勺药 然后这两颗勺药大家可以看到 其中的一颗呢之前已经开了非常漂亮的花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颗辣椒 大家知道澳洲这边的辣椒非常非常的贵啊 青椒也是非常非常的贵 这边的辣椒呢有时候可以卖到20刀每公斤 这样一个离谱的价格 所以就是非常的金贵 然后呢我就在花园里种了几棵这样子的辣椒树 然后希望以后可以达到这种自给自足的一个程度吧 然后这边呢是那个Japanese Maple 然后这个呢也是出现在我视频里的那一颗 但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围这个围栏的原因啊 这个Maple啊它被这个袋鼠吃掉了一大半 冬天的时候这边就只剩一个光秃秃的杆 所以我也一度认为啊 这个Japanese Maple它是没有办法活下来的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长的其实还挺好的 接下来呢又是一颗Camellia山茶花 这个山茶花的话它长得好像没有之前的那几颗那么好 但是呢它也有在发芽 所以我对这个山茶花的长势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那接下来呢又是一个重头戏啊 大家可能已经不记得之前出现在我视频里的这棵被吃的七七八八的橘子树了吧 这个树啊之前被吃的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一个杆 在上一个视频里啊我抱怨了很多关于澳大利亚袋鼠的一个凶残的程度啊 即使是这边长了这种大的这种稻刺的这个植物 袋鼠也能吓得去嘴 但是呢自从我做了这个简易的一个防护以来啊 袋鼠就再也没有打过这棵植物的主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防护措施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如果大家种的这个植物呢 也饱受这个袋鼠的困扰的话 也可以尝试一下我的这种办法 好接下来这棵呢就是那个黑莓树 这棵黑莓树呢从来就没有结过果啊 它的长势目前的话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我就希望今年呢能够吃到一点点这个莓树它长的一个果实 但是因为它的叶子一直是有点黄有点较边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怀疑呢有可能是我给它的这个水浇的不够 或者是说这个肥的问题 而且袋鼠应该是不吃这个树的 所以说我最近在想要不要把这棵树也移栽到 那个果树的那一区 然后让它可以在一个纯地栽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生长 好接下来这边的这棵呢 是我自从种牡丹以来的第一次花铁炉 这个是我种了十几二十颗牡丹里面啊 唯一的一颗我没有种活的牡丹 那这个盆子大家可以记好 那我以后呢可能要在这个盆子里种一些其他的东西了 然后这颗牡丹旁边的这颗呢是一颗勺药 然后这颗勺药呢它也是比较新的一颗勺药 所以今年呢它没有开花 然后旁边呢又是很多的勺药 这颗勺药今年是开了花的 这边的话它之前开了一颗非常漂亮的花 我还是挺满意的 这边呢也是这个勺药的话也是开过一枝花 然后它整个的一个状态呢也是一个爆盆的状态 叶片长得都非常的好 这边呢这颗勺药也有开花 这边基本上我种的所有的勺药它都有开花 这边看啊这个勺药的话它是一个花孤朵的状态啊 之后应该会开一个那个紫色的花 我觉得这个花的话它开出来的花应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边 哇这边长了这个郁郁葱葱的也是一颗Camellia tree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叶片都是这种新绿色啊 非常的漂亮 好接下来呢是两颗重头戏啊 上一支视频里啊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半年之前啊 这两颗樱桃树都是半死不活的 那当时我就质疑我就想说完了 这两颗樱桃树应该是养不活了 但是大家看啊 现在这个樱桃树长得有多好 多么的旺盛 这边的这颗樱桃树已经结了很多小小的樱桃啊 就长势呢非常的喜人 大家看这边有一个lady bug 对长了非常多的小樱桃 那这两棵树呢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花了99块一棵树的这个樱桃啊 但是它们长得确实都非常的不错啊 所以我打算呢 它们结了第一茶果以后呢 就把它们种到我刚才专门用来种果树的那个区域 好这边的话又是我之前从Bownings花了几块钱买的这棵植物啊 它的长势呢也非常的不错啊 之前呢也有开了那个红色的小花 然后这边呢有很多这个杂七杂八的树木 都是一些野花野草之类的了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看我这边种的一些植物 这里呢有一棵月季 这个之前呢被袋鼠吃过 但是呢因为我又抢救了一下 所以这边的叶子呢又就会来了一些 之后呢应该还是会继续生长的 好这边呢就有一棵辣椒树 这个辣椒树呢已经慢慢的在开花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挂这种小的辣椒果 这里呢有一棵我新买的番茄 然后之后呢看看这个番茄会不会结果 这里呢又有一棵这个月季 小的月季 然后因为呢我在旁边啊都设了一些障碍啊 所以这个袋鼠的话 它也要费一些力气才能够吃到我的这个月季的花朵 所以基本上有了这些障碍以后啊 很少就会有这个袋鼠会光顾了 然后今天的重头戏来了 重头戏的话就是这一棵牡丹 这棵牡丹啊它还有非常浓郁的香气 真的是沁人心脾啊 这棵呢我养了也是很久的一段时间啊 根据这个根系来看的话 它应该也是有个七到八年左右的一个年龄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叶子啊跟我的手比我的手还要大一些的 所以这棵的话应该是当之五愧的这个花中之王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棵我养了很久的一棵草莓 然后这棵草莓里面呢有好几棵这样子的草莓苗 这个草莓的话之前也一直被袋鼠吃 所以呢我就把它当作这个吊篮养过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这个光照的条件的话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最近呢又给它换了新盆 把它放在这个大的盆子里来养 现在呢它的这个生长状况就变得非常好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结了很多的这个花 然后之后呢这个花的话应该也会结果 里面的这棵Japanese Maple呢 就是我上半年花园Update的视频里面买的那棵小小的苗子 那现在呢已经长得非常的旺盛了 大家看啊这边的这个Maple啊已经开始爬藤了 所以说这个的长势呢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边的话又有一棵Camellia 然后再过来然后这边呢又有一棵啊这个少药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吊牌上面有写啊 这个Peony它是一个Cera-Bahart这样子的一个品种 这颗勺药的话它今年没有开花啊 所以说我并不清楚它这个长出来的花朵是怎么样的 好这边的话也有一棵勺药 然后这个勺药的话 今年好像也是没有开花还没有开花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吊牌 好接下来的话这个又是一个爬藤月季 这个爬藤月季今年长得还算是不错吧 但是呢花朵的话并没有开很多 它之前呢也被袋鼠吃过 所以说呢我对它的长势呢并不抱很大的期望啊 不过根据这个叶片的情况来看呢 我觉得它今年的长势其实还是挺好的 那我之后呢可能会给它追加一下水肥 然后把它移载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去 好这边的话又是有很多的这个小的这种勺药 根据这个吊牌看呢它呢又是一个新的品种 好这边的话又是一个重头戏啊 这边的这棵呢就是我养了很多年的一个伊藤牡丹 这个的话可以说是我养了最久的一棵牡丹的树了 然后这棵树的树林的话基本上应该有个十年左右啊 因为我养它的话我就养了六七年的时间 之前卖这棵伊藤牡丹的人跟我说啊 这棵伊藤牡丹的话它大概有三四年的这个树林了 所以说呢现在养了六七年的话 应该也是个九年到十年的一棵植株了 然后今年呢这边也开了很多的花 大概有个六七朵的样子 然后我等一下也可以把它开花时候的视频放在这里 给大家欣赏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又是有几棵烧药啊 这几棵烧药呢今年都没有开花啊 因为它们的年龄都比较的小一些 所以没有开花也很正常 然后这边呢还是那棵薄荷树 这棵薄荷呢最近被我们利用了一下 这个薄荷的话给我公婆举办的一个party 做了一个蛋糕的装饰 我觉得还是挺自豪的 好接下来的话这边还有很多的那个 Elephant Ears 我就把它随便的种一种 其实平时也很少管理它们 它们呢就在这边慢慢的生长着 然后顺便呢给我做一个这个防护墙 然后因为袋鼠的话它是不吃这种植物的 所以这个植物呢就非常适合做这个防护植物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种的这个草莓 它的叶子非常非常的大呀 然后长势呢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的这个草莓呢已经开花了 然后它是开这种粉色的花 粉白色的花 然后呢之后我判断它应该也会结果 那之后呢等它结果了以后 我再给大家做update 然后这边的话又是一个爬藤月季 这个爬藤月季其实不如去年长得好啊 我的感觉呢是这个盆子已经不能够承载 这个爬藤月季它的一个生长了 所以我也在尽快的想办法看看 应该把这个爬藤月季 移栽到哪里会比较合适 好接下来我们来到我的前院啊 前院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边的话原来其实是一个非常荒芜的一个地带 基本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只有一些撒草 但是呢这段时间呢我把它重新管理了一下 移栽了很多之前大家在后院看到的那种爬地的那个植物 这边的话是那两棵我在Bownings买的绿植 然后现在呢它们的长势都非常的好啊 地上呢时不时的会长出这种特别讨厌的杂草来 如果放任它们不管的话 它们就会长得非常的大 还会有那种稻刺 这边的话又有一些小的这个植物啊 这个也是在Bownings买的 很便宜好像就几块钱的样子 这个呢就是一个小出局嘛 然后如果养的比较好的话它之后会开那种橘色的花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层小的康乃芯 这个康乃芯如果养的比较好的话 它也会长满整个的这个花圃的 另外的话我这边的一个小角落里 我种上了那个小的那盆月季 然后把这个盆栽的月季 移到这个小的角落里以后呢 它的长势就非常非常的好 之后呢会开很多很多这种粉色的花 有可能还会有一个这种爬藤的趋势 这边呢我放了两个花盆 这两个花盆呢就可以非常有效的防止袋鼠去吃这个月季花 这边的话呢同样是有我之前在上半年从Bownings买的那个绿植 这个绿植呢在这边的话长势也是非常的好 旁边的话有一个小的这个牡丹 然后再往这边看的话 这里有一颗非常小的这种月季 然后这颗月季的话 它其实之前被袋鼠吃的也是很惨啊 但是呢移栽到这里以后 稍微的就是缓过来了一点点 然后看这个叶片的情况的话 我估计这一片花圃里面是有蜗牛 或者是那个鼻涕虫 然后这个应该是被鼻涕虫 或者是这个蜗牛吃掉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边的话呢 还有一些小的这种花 这些呢都是一些小野花 这些花就突然就长出来了 我感觉它们还是挺好看的 所以我就一直把它们保留起来了 好最后呢咱们来看一看 之前出现在我视频里的这株护盆子啊 也叫红梅 这个红梅的话它长得不是特别好啊 因为我没有给这个植株消水的原因啊 然后也没有给它除草 所以说它现在的长势呢 其实不是特别好 我之后的话是打算把这颗红梅 整个去把它递栽 然后移栽到我那个专门用来种 果树的那个区域去的 但是我觉得这颗植株 它的这个母本的这个植物 长得还是挺好的 所以应该还是很有希望 可以好好地繁殖 好好地去生长的 好那以上呢 就是关于我家花园最新的一个update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那也非常欢迎全球的花友们 和我在评论区分享大家 种花种草种蔬菜的一些体验 或者是遇到的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留言订阅 还有分享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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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